数名市议员以及数百名民众今天聚集在Netflix-Phillips Square参加升级仪式。 市议员McConell代表市长福特发表讲话时,人群中不时传出笑声。 市长福特早在上周就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加今天的升级仪式, 而去年他也同样没有参加。 另外,他还表示不会参加7月1日的庆祝活动, 理由是要陪同家人外出度假。 多市今年的自由州庆祝活动预计会吸引120万游客, 同时将为市府带来上千万的收入。